这是凌晨2点39分的国道一号 左边车子来 右边车子去 看起来很正常 诶 等等 是烟花了吗 两边车道居然来了两辆相同方向的车子 右边有人逆向啦 不知逆向他还偏移了 接续接到三次通报 一部自小客车呢 从国道一号 北向重庆至三重 逆向 半夜两点多 遇到这种逆向根本是死亡汇车 请问这位三宝你到底有什么事啦 出不了解呢 该驾驶因为精神主 仿佛误闯国道 画面看起来车速不快 但目睹全程的驾驶说 当时车速破百 警方获报半夜立刻全员动起来 先透过监视器监控再出动追车 透过警报器跟广播 请你驾驶靠 所谓的外侧路间来停靠 对你驾驶来讲 他是非常紧张的 因为整个逆向的过程 其实非常惊险 到底谁比较惊险 网友毛起来狂骂 有网友怀疑曾经有人赌博 如果连开30公里都没被拦下 就赢得奖金400万 但警方否认 强调这44岁的首女三宝 就是单纯恍呼 将会开弹告发 突发东西 路不熟就别出门害人啦 报道